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战争转入相识阶段以后呢 那时候唱作是比较兴盛的 虽然是战争时期 但整个唱作的舒服还是很大的 特别是中长篇小说的唱作 其中包括一些老作家的唱作 比如说毛顿的桑叶 红饰 二叶花 腐蚀 老舍的四四同堂 八斤的七盐 这个寒叶 沙厅的陶金记 萧峰的富兰河传 沈重温的长河 林义堂的金华烟源 丁林的太阳照在山甘河上 一些老作家 资深作家的作品 也有些年轻人的作品介绍出现 像陆林财主的儿女们 相对年轻的 像张爱玲的金索记 习西的风萧萧 前宗书的围城 还有赵树里的李友才版画 所以四十年代 这个长篇小说的发展 是非常的繁荣 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 那么抗战相识阶段 还出现过一些 一个讽刺小说 创作的热潮 像张天忆 沙厅 代表作家 张天忆的这个华威先生 短片 很有名的 提供了一个 描写一个 包而不半的 抗战时期 一个文化官僚的典型 是吧 华威先生 大家很熟悉 我们特别要讲到 四十年代出现的 一个 浮风派 浮风派强调主观性 特别强调 体验的现实主义 是吧 那么在浮风 这种理论的 这个 影响指导之下 出现了 刚才说的那个作家 露林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作家 他在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财主的儿女们 是代表作了 是吧 这写一个 近代 这个一个大家庭的崩溃 特别是第二代那些年轻人 他们的各种不同的思想立场 试图表现呢 以知识青年 知识分子 为辐射的中心点的 现代中国历史的动态 西西 这个专门写畅销书的 它的鬼恋 风潇潇 都是这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特别像鬼恋呢 曾经印刷过十九次 是一个非常畅销的小说 主要写一个神秘的一种 这个传奇的恋爱故事 还有一个风潇潇 是写多角爱情和间谍 就间谍小说跟这个言情小说 结合这一块 雅俗共享 带有一种四景的气味 这是徐一 当然呢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 还有个女性作家 就是张爱玲和苏青 苏青呢 也是以女性的立场 大胆地描写 男女的情势 特别写了 女性的生活 她有一本自传体的小说 叫《结婚十年》 也是非常 当时非常畅销的 主要写一个职业妇女 她的社会的经历 她幻想 她的痛苦 她的追求等等 可也是一部 现代女性的一个生活史 这也是一个创销书 其实四十年代的小说呢 应该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平衡 长篇小说 短篇小说 各种类型的小说 都起到了相当大的成绩 而且是在这个战争的年代 也不容易啊 这是一个概况 所以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讲张爱玲的创作 及其文学史地位 先介绍一下张爱玲简单的情况 张爱玲呢 她是祖籍啊 是河北丰运人 但她是在上海出生的 1920年出生 她的祖父啊 这个曾经 这个当过清朝的义士 是个大官 她的祖母呢 是李鸿章的 女儿 到了她父亲这辈呢 也不行了 她父亲是遗老啊 出牙片烟 很多恶习 但她母亲呢 是一个新式的女性啊 受过西洋教育 曾经到欧洲留学 后来呢 父母离婚了 所以张小 张爱玲呢 从小呢 她的家庭生活是不正常的 她的心里郁闷 在郁闷中长大 那性格比较怪异啊 所以长大以后 那么她就用这个悲剧的眼光 来递视这个人生啊 跟她的创作是有关系的 她的小说 几乎都是写旧家庭 衰落 腐败 是吧 写人性那种暗淡 那种畸形的东西 可能跟她的经历有关系 但张爱玲呢 是一个艺术天分非常高的 是吧 一个这样一个作家 很小的时候啊 就有文学的 那个才华的表现啊 大概七岁呢 就开始编故事 在七岁的时候 曾经改编过一个随堂演绎啊 稍微大点的时候 写言情小说 就是主要是 奄阳蝴蝶派那也录了 1941年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啊 当时她在香港大学 读书 还没读完 就回到上海了 从此呢 就开始卖文为生啊 这个当时呢 她给太武士报写稿 一个英文的一个报纸啊 她的创作的高峰期呢 是四十年代的前期 正式抗战时期 在1943年呢 她在当时 奄阳蝴蝶派的一个杂志 叫紫罗兰 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作品 《陈香穴》 《第一炉香》啊 那么接着呢 这三年之内呢 她就写了大量的作品 出现了她创作的高峰期 比较有名的呢 像《茉莉香片》 《寝城之恋》 《金锁记》 等下要讲到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 就是一个 她就变成 一下子大红大紫了 变成在上海的一个 畅销书的作家了 1945年 《刘言》出版 就是她一个小说机 《刘言》出版 这是个散文集 这表明呢 她在散文创作方面呢 也有重要的位置 那么张爱玫瑰的《走逢》啊 她为什么当时能够 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 是吧 很受读者欢迎的一个作家 跟当时上海孤岛 远离战争 那种特殊的位置 有关系 跟那个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 氛围也有关系 因为当时上海沦陷了 是吧 它这个租界啊 有一部分是租界 外国人占的 就变成孤岛了 是吧 日本人也不能进去 是吧 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当时这个 这个昔日的 所以这个像张爱玫瑰家作品呢 所以能够受欢迎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张爱玫瑰走的呢 是一个年轻的路子 通俗的路子 但是这位作家呢 他比一般的年轻作家 通俗作家呢 他也是要高脆一除的 他同时又是一个 很先锋的作家 是吧 就这跟他的文学修养 准备是有关系的 他这个不是一般写 那个清清窝窝的 咕咕妹妹的 是吧 那种奄阳蝴蝶派的作家 他是写啊 主要写社会的大变动 带来的那个文化的错位 和人性的暗淡 造成人性的暗淡 所以他是以病态的目光 来发现和表现 时代承诺中 人的生存状态 他是个通俗作家 但又比通俗作家呢 他又高脆一除 再加上了张爱玫瑰 艺术上是独体一格的 是吧 他比较熟悉《红楼木》 又吸收了西方 现代小说的眼光 俗法 甚至包括像电影 当时是新事物了 是吧 电影的书法 他都用到小说里面来 中西扎如 土阳结合 就形成了他自己 独到的那种风格 那种路数 是吧 这是四十年代 他创作达到高峰 是吧 那么 新中国大陆 大陆建国以后 由于张爱玫瑰的思想追求 和当时的时代的潮流 有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1952年 他就到香港 已接到香港 52年才起的 当时是在美国 驻香港的一个新闻处 工作 这时也写过一些作品 比如说 央歌 赤地之恋 像央歌是写大陆 这个图改的 赤地之恋呢 也是写共产党 这个 对年轻人的那种控制 等等 这些小说 都是带有一种反共的倾向的 而且从艺术上来说 也不成功 那么1955年 他离开香港 到美国定基了 此后就主要在美国 是一个写 也还写点东西 像最近出版的小团言 就是在美国写的 也主要搞点文学翻译 搞点红楼梦研究之类 那么1995年 9月8日 他在孤生日 一人寂寞的病逝 以美国的洛杉矶 应该说 新文学的读者群 覆盖面是不大的 但张爱玲 40年代的小说成就 使得中国的现代小说 有了贴近新市民的 一个出色的作品 所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 张爱玲是现代的 他又是先锋的 是新朝知识分子 可以接纳的 同时 他又是传统的 通述的 能够吸引市民读者 就是说他 新旧读者都可以接纳 主要是当时作家 有一部分是不满意 新文艺腔 就五世以后形成的新文艺腔 他要寻找更加过性化的 更能够融合传统的 融合现代的那种俗法 那种技巧 另外就是走向雅 俗 结合 整体比五世时期 更大的 读者群 更大量的读者群 所以张爱玲在这方面 应该说他都有突破 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有过性 艺术风格非常鲜明的一个作家 就是说他在雅俗共享这点上 是起得了前手未有的成功 因为以前作家 要么就是非常小圈子 很雅 要么就太 很熟 但他是结合起来 所以张爱玲这个作家后来在香港台湾 在海外华文文学界都有巨大的影响 这80年代以来 张爱玲才重新被发现 在大陆也开始出现了张爱玲热 等一下我们还要讲这些问题 那么张爱玲一生 他的著作非常丰富 我们要看的话 可以看1992年安非文艺出版社 出版过张爱玲文集 这个书的作品是比较全的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张爱玲的创作 他的出版本小说集 传奇 传奇 这个有一个卷数语 卷数语 就写在前头的一句话 是吧 是张爱玲写的 他说 书名叫传奇 目的是在传奇里 寻找普通人 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可以说 张爱玲呢 他的传奇 一点也不像通常人们想象的 那种曲折浪漫的那种故事 他所说的普通人 大多数就是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 国内的市民 所以他写他们的分链生活 两性关系 写普通人的那种命运 是吧 不过张爱玲写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失落者的心态 或者人性的扭曲 他写的是普通人 普通市民 但写的 侧重写什么 失落者的心态 人性的扭曲 他很少写那种 自由恋爱 那种天真 纯情 浪漫 是吧 他写的分音 写的爱情 故事呢 都是缺少激情 缺少诗意的 缺少浪漫气息 气息的 是吧 他写的其实是一种 无情的言情 我们说他是言情作家 是吧 他是一种无情的言情 可是切入了 市民阶层的 零分深处 也切到了 人性的 隐蔽的部分 所以他的意欲呢 要比一般的言情小说 要深入 这个读张爱玲 往往有令人震撼的 一种 阅读效果 这是以前的言情小说 没有的 张爱玲 开了这个新生面 其实他写言情 但是跟通常 我们看到的言情小说 不一样 他写的最多的是什么人呢 是时代夹缝中的那种 木落的 鼠女 他们出生 在败落的旧家庭 有旧的那种 妇道 修养 但没有自律的本事 是吧 所以在时代的变化中呢 美国人只有抓住 分音 作为人生的 依靠 这些界类人物 他有一篇小说 叫花雕 里边呢 有讽刺的写法 有一种讽刺的 一种说法 叫什么 有个概念 叫你结婚言 结婚 变成一个职业 变成一种工作 在讽刺了你结婚言 就是以结婚 作为人生的 唯一的一个出路 这是失去了自己的 主心骨 所以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 曾经有几篇 研究张爱玲的论文 它的标题起得很好 标题就是说 失落者的心态 及其创作 其中有一篇 失落者的心态 及其创作 其实这个张爱玲 也是带一种 失落者的心态 去从事他的小说的写作 还有一级一级的 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确实读张爱玲的小说 里面是暗淡的 人性是暗淡的 命运是不可掌握的 还有人性深层的隐秘 以人生观照 他往往挖掘的是 人性最深处的 通常不可出击的那些部分 那些秘密 这些都抓住了张爱玲的特点 所以张爱玲的作品 是有一种风格 这风格是非常多特的 我们说是一种仓良的风格 仓良的风格 所以这一段我引用 富雷很有名的一个评论家 他曾经的一个评论 念给大家听听 这个评论是四十年代写的 富雷在四十年代 在张爱玲正走红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评论 他评论认为传奇 就是张爱玲的小说级传奇 风格是仓良的 他在一篇文章叫 《论张爱玲的小说》里 有个这样一个概括 我念给大家 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 全部为难以问题 这个噩梦所苦 噩梦中是云以连绵的秋天 潮腻腻的灰暗 肮脏窒息与唬烂的气味 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 烦恼焦急 挣扎前无结果 噩梦没有编辑 也就无从逃脱 灵心的折磨 生死的苦难 在此这是无名的浪费 青春幻想 热情希望 都没有生存的地方 这是他对张爱玲的一个评价 一种畅良的风格 以上我们就对张爱玲小说创造的 一种基本情况 有个概括性的一个分析 一个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